佛教有讲八十种烦恼的 我给大家举八种烦恼 昨天大海上说提起正念 我们经常是什么 失去正念 对不对 我天天念佛呢 但是你念佛的念头 和你胡思乱想的念头 比较一下 如什么 大海中的什么 一滴水 说师父我已经这么精进了 我怎么佛还不保佑我 实际上你胡思乱想 像恒河沙一样 你一个正念像什么 像一粒沙 不足以改变你的命运 是不是 所以失念 所以快速改变命运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 改变自己对外界色生香味触法的 收集的那一个念头 就这么简单 人的这个开关 找着了 改变命运的开关 找着了 那么身体 的毒素 怎么样 它已经这么多了 对吧 我们第一个不要再给它怎么样 累加了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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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